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一盘棋陈阳业已经赢了 现在是1比0领先 陈阳业已经是第五次荣获中国的田园了 那也就是他第五次来代表中国出展这个比赛 前面的成绩怎么样 前面他是赢了三场 输了一场 而且我们中韩的大比分到目前为止是8比8战评 8比8 那估计就是这几年成绩我们好起来了 一开始的时候好像我们输了多一点 其实从这样的一个双边对抗里面 也能够看到一些中国围棋整个崛起的一个轨迹 从一开始出于劣势被对方压制 到现在的这个逐渐的成绩起来了 这个也是有一些代表性 我们来看起 好 本局呢是陈耀叶的白棋 王老师 这个我们啊 这个第一盘呢 您刚才不是说了吗 陈耀叶获胜了 但是呢 在第一盘结束之后 有一个对平永远和陈耀叶两个人的采访 我们看看第一局结束以后 他们俩都说了些什么 他说今天中盘以后 就是事务比较多 然后就再也没有机会了 然后后天呢 我明天得好好准备 然后就是全心全力的 就是这个比赛吧 他的目标就是拿到冠军 反正成立吧 今天这盘棋应该说开始的时候 他在就是我右边的话 他有一部问题手吧 但是下午继续之后 黑棋没有下出最佳的应手 就是本身下出最佳的话 可能白棋直接就崩溃了 后来形成了一个转换吧 之后就形势比较难解 就是后来也就是后来 反正双方可能也都可能 也许都有点问题手吧 但是后来能赢下 还觉得还是挺幸运 第二盘反正就是 其实跟第一盘一样吧 反正自己精力发挥出水平了 对我们看到了这个 同礼杯的赛后采访 同时呢其实我们也有这个 他们正在对局时的画面 现在我们就看到的是 三番胜负的第二局 就是我们马上要讲解的这盘棋 第二盘呢就不用再猜先了 因为三番胜负呢是首局猜先 之后呢换黑白 如果战成一比一平的话 第三局呢将重新猜先 时间过得真快啊 这一项比赛有17年了 对这个中韩的对抗 都是第17年了 记得刚刚有这项比赛的时候 我还没进国家队呢 真的是好早 那时候你刚学棋吧 谁啊 有学棋吗 我应该是刚学棋 朴凯逊很专注的神情 对啊每一个棋手坐在棋盘前 神情马上就不一样了 是 看陈阳叶的眼神很有杀气啊 对 这个他其实感觉陈阳叶 在接受采访的时候 还是像一个大男孩 这个在描述棋局的时候 用的都是一些比较专业化的词语 然后不知道爱好者 有没有能听明白啊 感觉上好像前后的节奏有点乱 但实际上陈阳叶表示了一个 就是一个态度 就是我这盘棋运气还是挺好的 赢了啊 那么其实是谦虚了 他这个棋下的还是力量非常的强大 把对方给压制住了 其他玩棋的棋手一般都这么说 赢了是运气好 输了就是实力不够 反正这是定势了 我们在接受采访的时候 我也无数次的来用这一套定势来对付过媒体 那是老师教了吗 我估计都是代代相传了 因为棋手本身的这个天性啊 都是很谦虚的 话说后来不谦虚的棋手 也下不到今天这个成绩 而且棋手的内心的世界啊 相对来说都还是比较收敛的 不张扬啊 不像影视明星 或者其他项目的体育明星都比较张扬 一上来就说我要拿冠军 我要怎样的 棋手一般不会这么讲 这个复合天性嘛 这个项目的天性 对看来是每项运动的这个运动员 他的这个所展现出来的这个风格也是不一样的 其实陈耀业最近的状态特别好 是刚刚赢得了这个名人战的挑战权 是刚刚2比0赢了陀佳琪 对 好我们先看齐吧 一会儿再给大家穿插的介绍 陈耀讯直黑 无有角 陈耀业白棋下了个中国流 这个在我们这个比赛的第一盘啊 陈耀业黑棋的时候下了一个这样的 这样的这个变形中国流嘛 然后黑棋 然后白棋呢就下了一个正派中国流 然后黑棋挂角 对 看来陈耀业还是比较喜欢中国流布局的 可能也是最近用顺手了 现在的布局选择嘛 其实还是很多的 但是对于他来说 可能这一段状态好 下这个老赢啊 所以在对局的时候也就不怎么考虑那么多事了 就按照老套路来先把前面几手棋给下上 对 然后点脚 然后翻 这盘棋呢 白棋就选择了拐一个 对这个拐说实话让我挺意外的 也是好像感觉是妥协的一个下巴 为什么挺意外的呢 就是本身这手棋也不是不能下 我的印象中也有很多职业棋手 愿意这么去选择 觉得没什么了不起 就本身飞的时候 本身飞的时候很多白棋 脱鲜了 白棋也不肩一个 也脱鲜了 那么唯一不太满意的就是这个尖一下 被黑棋尖到了 有的时候可能就尖不到 白棋可能继续脱鲜了 现在其实如果尖到了看 再看这个后面几手棋的交换 差不多如此 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让我感到诧异的是呢 我跟陈阳业就这个形状啊 曾经有过一次交谈 有过一次交谈 他怎么说 我问他 我说这个棋 因为陈阳业那个时候下 他下这个局面的时候 他永远是搬起来的 我问他 我说杨业这个棋拐一个 是不是也可以接受 那么陈阳业斩钉接铁 斩钉接铁的回答 这个太委屈了 被立 被对手便宜了 不可以接受 绝对不可以接受 这是陈阳业 他曾经这么斩钉接铁的回答过我 但是需要说明一点的是什么呢 就是陈阳业在回答我的时候呢 这个形状啊 黑白棋是颠倒的 就是黑棋下中国流 白棋来点三三 他认为黑棋那个局面下 如果选择在这拐的话呢 万万不可接受 那么对于我来说 我当然他是高手嘛 他这个年龄虽然小 但棋比我高 我得听他的呀 职业棋手都很清晰 我得听他的 那么他跟我说了以后 我想当然呢 我就理解了这个 这个形状 不管别人怎么理解 陈阳业起码是不认为能拐的 他得认为是搬下来的 所以今天这个棋 我一看他拐在这了 我感觉到特别的差异 我感觉 他忽悠我 他怎么能忽悠我呢 是他对于这个形状 又有了新的了解认识 还是说黑白颠倒了 会不一样一点 这两种都有可能 最大的可能性还是就是 他在回答我的问题的时候 那个前提假设是黑方 就这一方是黑方 那是多久以前的事呢 没两三个月吧 因为这个形状 点三三其实也流行的 时间不算长 大概两三个月以前吧 具体时间我也想不起来了 你刚才分析的就是 我觉得那个黑白颠倒的 可能性大 或者说他这一段 又有了一个新的看法 新的认识 但这个可能性偏小 总之既然他拿白棋 他拐这个还是 还是让我多少有一些差异 这个局部来说呢 肯定是黑棋得了 黑棋得了 黑棋得了的原因 我们刚才讲过了 曾经有人 以前一开始是飞的 比如说非白棋拆这个 然后如果黑棋在肩的话 这时候白棋一般 是不会挡的 白棋可能这时候 其实走在上面了 就是贯彻 贯彻意图 就全力经营中央 这个是白棋的意图 现在这个局面 等于肩的时候 第一时间 白棋就去挡了一下 这个感觉上 有点不肯 对 心有不甘 心有不甘 这个肩应该是 不能够被黑棋 迅速的先手便宜到的 这个局面一转换 等于被黑棋便宜到了 当时陈阳燕 其实也是这个理由 但不管怎么说 他这盘棋选择了一个 选择了一个 他曾经传授给我的 一个不行的形状 这个让我非常的吃惊 所以看来以后 在请教这些年轻高手的时候 还是要有自己 又有自己的判断力 他们经常讲的 可能也换个局面 他就不这么来了 对 其实围棋盘上 我觉得很多事情 都是在与时俱进 其实包括我们的生活中 也有好多事情 是在不断的变化 也有可能是真的 他对于这个棋行 又有了一些新的认识 你说到这的时候 我们再回过头来讲讲 刚才你说的那个细节 你说第一盘 陈阳燕直黑的时候 它细节是走在这的 对 那你知道他走在这 是为什么吗 为什么走在这 你知道吗 走在这 是对于小木这边 是更为重视 而且他不怕黑棋 这么挂进来 宏观的理由 这是宏观的理由 就是这个理由 大家都这么讲 莫非是如果挂脚他跳 点33的时候 他就肯拐这个了 你说对了一半 说对了一半 这个变形中国流 就是往回彻一路的中国流 今天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 最近一段时间 在职业高手的对局中 出现的频率也很高 对 他有他的核心利益 他的出发点 他的道理 那么这个道理在哪呢 刚才陈寅说了 就是可能一方面是侧重于这个局部 就是起码黑棋将来从这边打入的可能性就不大了 想来唯控 第二呢 确实也不太怕从这边挂进来 但是实际上也有从这边挂进来的 不是没有 那个以前孔杰和李世时 在富士冲杯的决赛中 就下过类似的局面 是有的 总之这首棋 它不是中心点 它不是中心点 那么是什么 一件事情的出现 总是要有一个导火索的 可能有宏观的理由 世界大战也是需要一个导火索的 当时的条件都运量成熟了 一个事件出现 OK 大战爆发 那么他的这 这首棋的导火索是什么呢 就是因为 在这个局面下的时候呢 这个点33出现了 最一开始的时候 是没有人想象这个棋可以点33的 但是棋手的想象力 总是在往前发展的 这个人的真的是潜力无穷 以前觉得不可能有的变化 现在就有了 偏偏就有了 这个点33是什么概念呢 点33就是出发点 如果白棋拐这个 亏了 不肯 所以逼着你搬下来 局部最强的一手是搬下来 那搬下来 如果按照普通的正常下 比如说 白棋如果简单的补这个 让黑棋飞起来 白棋拆 在这个局部呢 其实算是一个定式 局部还算定式 但是这样的话 显然这个子的位置不好 显然这个子的位置不好 这个是他白棋不太满意的地方 那么现在撤回来一路是什么概念呢 撤回来一路的时候之后 白棋这个棋现在搭下来就没有什么顾虑了 白棋搭下来之后 对 加 然后搬 这样 这样下的话 这边的战斗可能会有一些变化 但是不管怎么样 我们看这个子的位置 是不是现在明显比这里要好一点 对吧 这个实际上就是白棋的出发点 就是导火索 我们可以非常肯定的来给大家一个结论和一个答案 就是白棋这一首棋的出现 建立在什么基础上呢 是建立在黑棋有点33了 也可以这么讲 就是白棋这一首棋的最大的意图 最直接的意图 就是为了防止你点33 不让你点33 陈炎 这个你一说你能明白了吗 实际上这首棋 中国流肯定不能说它是坏棋 是吧 这么多年 几十年都在下了 我相信再过几十年还会有人下 到那个时候 点33还能不能存在 不好说 但是中国流再过30年一定还会存在 因为它是一个很经典很经典的布局了 它能够生存了60年 那能够生存30年 它就还能够再生存30年 因为中国流的变化也经过这个漫长的一个变迁 有一段时间大家不怎么下了 很少 但有一段时间大家蜂拥而上 全都在下这个棋 这个现象也是让人觉得很奇妙的一个现象 我们有一段整天讲的棋 都在讲中国流 每天都是中国流 那这首棋它为什么会出现呢 这首棋就是因为考虑到一系列的变化 所谓兵来将挡 水来土掩 因为黑棋 因为黑棋在中国流的情况下 有了这个点33的这个很强硬的手段 白棋觉得不太好对付 我与棋在这给你想办法怎么去折腾 我还不彻一路 对 我彻一路 反正我也有自己的意图 我也有好处 而且同时还能够防止你点33 这个是白棋 就是总共在下在这个位置上的一个很寒阔的一个内容 就是我们把它所有的理由跟因素都找到了 就是这样一个概念 既有它宏观的因素 也有它这个直观的因素 是这样一个概念 这盘棋它下的是中国流 我们刚才讲的这个跑 离这盘棋的跑题稍微有点跑 但是实际上一个事情的发展 它总有背后的因素在里面 我们作为这个在这里讲解者 作为一个事件的解读者 我们必须要把这个前因后果 全都给大家讲清楚了 这个对您 更全面的了解 对您可能了解中国流的这个变迁 也是有好处的 拐了这盘棋它就可以接受了 虎打吃粘上 然后摆起去挂脚 摆起挂 拆到这 对拆这个呢 一般都是走在这 对这个是个中心点 这个位置也多一点 这个位置也勉强算是中心点 那今天他走在这的话呢 就是 更看中于这边了 中心还是在这里 这个倒都没什么问题 肯定是不想让黑棋 这么早的就挂进来 现在的意图就是 你如果挂在这的话 白棋不管是尖这个 还是跳这个 反正对你的压力 都会更大一点 这个是白棋的核心意图 那当然这手棋 着重于扩张这边 注意力和精力都放在这边了 这边就显得略显空虚了 这次挂脚呢 跟大本营之间的这个距离 就拉得比较 战线拉长了 也比较薄 所以黑棋呢 选择在这打入 就比较顺理成章的一手棋 对 他既然照顾了这边 肯定这边就宽了嘛 因为刚才您也介绍是拆到这儿 基本上是差不多的一个形状 如果拆到这儿的话 可能陈阳也觉得这个被挂进来 对这个子也没有什么太好的办法 要普通非走走定视 让黑棋就这么活了的话 这个实际上感觉不是很满意 但是要想强攻这个子呢 确实也不太好攻 毕竟他现在这个子不是在这个位置 是在这里 给黑棋留有的这个活动空间又大 比较大 所以这个子其实就是意图 还是比较好解读的 反正围棋就是这么难 你总得在得到一些东西的时候 你总得放掉一些什么 有得有失嘛 对 你不可能两边都照顾好了 如果要是走中心点 可能这个稍微好一点 但这个的话 可能就会挂进来了 对 这个子虽然比这个往这边偏向了一路 但是对未来黑棋这个子的打入 也没有特别什么强有力的手段 这个得跟大家说明了 他这个呢 相对的偏向这边 然后黑棋打入 那边先不管了 先把这边给控制住 好 白棋继续扩张 然后黑棋飞一下 对 这个棋如果不走的话 让白棋靠下来还是有点大 这个如果要是着急去打入的话呢 白棋那边不管怎么处理 等会靠下来的话 在这边黑棋会承受一定的损失 所以呢 总是要走一下 如果白棋再走 黑棋就再拖先 这边对黑棋就没有什么杀伤力的招法 那就好多了 这个作为高手呢 维棋实觉得会背 维棋实觉有一条叫入界一环 如果要是着急去打入的话呢 这边留下一个巨大的一个弱点 让别人去下 那就是变成了有点着急了 违背了这个入界一环的一个指导原则 所以他这首棋呢 显得不慌不忙 还是挺显功力的 很沉稳的一首 先等一首看看白棋 究竟以什么招法来扩张这个 对 因为白棋这个地方啊 实际上由于他这个子的这个回拆一路啊 那么 好处是黑棋打入的时候呢 白棋可以进攻的时候严厉一点 但是坏处呢 就是自己补他不好补了 你看现在你补这个 你好意思吗 对 那就想着当初这个 那你当初这个子就不如在这边了 所以真的是 事情就如同硬币的两面啊 就是很难讲 各有利弊 那白棋补这个是不太好意思啊 显得这个子位置不好 那白棋补在这儿 这个棋难道都是空吗 也没谱 也没谱 对 我觉得肯定不是 黑棋闭着眼睛打进来的话 这个棋很有可能 一旦再活掉的话 白棋就全都落空了 这棋白棋就输定了 所以实际上白棋在这个地方也很尴尬 补大了不是空 不知道怎么走 补小了呢 又 又不太甘心 实际上他也是处于一个两难的状态 那么这边处于两难的状态 一般来说 先等等 对 最好是把这个难题交给对方 让对方先来选择 看情况而定 也不一定 你要是进来了晚的话 我再为大一点也有可能啊 那么实际上核心的问题是在这儿 当黑棋飞了这个以后呢 现在明显的是要白棋出牌了 白棋这个地方呢 有两张牌可以打 一种呢 就是陈妍刚才讲的 飞 继续扩张 那继续扩张的话呢 从局部这两手棋的交换来说啊 黑棋缓解了白棋刚才靠下去的这个手段 对 你将来再往下走的时候 你可能也就是飞了 那这个力量差很多很多啊 对黑棋几乎没有什么影响 所以从局部而言 这两手棋呢 交换呢 黑棋是达到了目的 在局部是得了啊 而且还是先手 这时候黑棋可以再回过头来去考虑 怎么去打入白棋的模样 那么另外一张牌呢 如果白棋不满意刚才的这个局面 白棋还可以选择这个 更极端一点的 这张牌就是要跟你拼命了 白棋可以压 这个压的话 黑棋是不好意思拖牵的 对黑棋肯定会跟着硬 这个被搬下来受不了 所以黑棋肯定只有长 然后白棋就再压 这地方就跟你拼了 您是想在这边抢牵手 那我可能搬一下 你要是搬的话 就是逼着我 逼着我要出手了 这个地方 我觉得您也只此一手吧 我觉得您也只此一手 您要是我断的话 这火肯定尝出来了 至少我也尝到这儿 可能也是个作战 我断一个真的不行吗 我觉得我温柔点是尝在这儿 厉害点还可能尝在这儿 我还是很想尝这个 其实 我再补一个吧 双一个 我这个次序可能应该先冲 我可能应该先冲 先冲再走这个 先看我粘上了 这样跳出来 这个作战真的不行吗 您要注意 现在在这个局部 你可能是有一点主动 但是您能吃掉我吗 如果吃不掉的话 你这条边的空也没有了 黑棋也不是没有压力 黑棋顺势不是也把白棋的模样 不是这样的 不能这么说 你现在其实看上去 你是有主动权的 但是你是以牺牲实地为代价 获得这个主动权 如果你要是你以为是顺势 在攻我的这个破我的模样 那么一旦被我走出头的话 你也可能是鼓起 对 那我当然不会下那么松 最起码也要这样吧 然后再挑 那这样的话 我如果能活的话 其实也还是挺大的 就算您活了 这是不是能活 也不知道 应该死在不至于死吧 我觉得其实黑棋有收获 因为这块空 我本来也没拿它 当成我自己的空 你这样反正总之 你一搬的话就谈不拢了 这个地方 你正常的话 长一个就算了 你没点空 你要搬的话 放在这 我们就变成一个 另外的一盘棋了 那如果我要长的话 那您再压我还长吗 这个图 首先咱们得判断一下 这个图 黑棋肯定是亏的 亏了 对 黑棋肯定是亏的 因为你的空变得很小很小了 然后你这边是有点收获 但是本来这两个头就是你的 你只不过做的大的一点 而且黑棋 白棋这几个子都在外面 局部来说 白棋能够活这么一块棋 在黑棋的实力范围里 活这么一块棋 白棋是可以满意的 现在我们回过头来 来继续探讨核心话题 可能偏提偏得太远 你如果正常来说是长 实际上白棋压这几次是蛮损的 这个送给你好几 送给你二十五区吧 至少是 挺损的 然后在压这几手棋以后再飞 但是这样的话 对未来的作战 白棋这边的子力 就多了三个子的等于是 这样的话 白棋在付出 付出一定代价的同时呢 也可以 把自己的这个模样 变得是墙中更强 墙上加墙 那你这个班的可能性是有的 是有的 刚才我们摆的那个图的过程中 也不见得都是靠谱的 比如说 比如说我第一时间断的时候 你就有可能回贴 这也是有可能的 这也是有可能 所以我们摆这个图 是不太好掌控 那么我们还是跟着实战进程走 实战的时候 他选择了比较温和的一张牌 这张牌一打呢 黑棋在这肯定就不会跟着硬了 再跟着硬也没什么机好下 对他其实就是想着压嘛 他可能想着是会亏损 他说飞一个呢 他就先不亏 看看你黑棋是不是还跟着走 以后如果你要即便再跟着走的话呢 你压几下 首先白棋这边可能围得太大 再有你走在这的话 你还不一定是空 不像刚才那个黑棋把你都压实了 白棋把你都压实了 所以这个飞的话呢 就是比较柔和了 那一柔和呢 力度也差了 力度一差 黑棋在这就脱先了 对啊 因果的这个往下推进 黑棋就进来了 这手棋倒是有点意思 这手棋从后来看效果是不错的 效果是不错的 一般常规都是走在这 但走在这的话呢 白棋一肩 对白棋一肩 这个字就发挥作用了 黑棋在这好像也没有什么特别强要力的手段 来出招 大概可能也得在这边什么肩冲一会儿走 大概就是这种棋 这样 但是白棋也可能会飞 后面的作战也难讲 看不清 他实战的这个呢 就是要给自己留一点空间 如果白棋还是尖的话呢 可能他再怎么飞过来 这个会柔和一点啊 自己活动空间也会大一点 这手棋从后来效果看着不错 白棋尖这个 黑棋飞一下 黑棋在这个地方的处理呢 倒是挺教科书的 值得大家学习啊 靠这个好棋 实战靠这个 还真的这手棋下的真的是不错 表远逊上一盘棋我没怎么看啊 这盘棋看着这个靠呢 确实还是有两把刷了 那当然 他这个棋 应该也是世界冠军吧 对 他这个跳呢 是常规手段 跳是常规手段 但白棋贴起来的话 在这个局部 黑棋确实不太满意 白棋如果长 黑棋如果长 再贴一下吧 再贴一下 飞吗 飞也 因为我想破了他的眼 不然被他一扳一虎 似乎有眼形 飞一个也可以 飞一个也蛮大 这样的话 白棋这边的间隔还可以 同时黑棋这个局部呢 也没活 没什么眼 这个常规手段 确实黑棋不太满意 这个靠就显得很凶了 这个靠就是逼得白棋 没有什么退路 如果敢扳的话 他是不是就断了 那他扭断了 对 他就是等你扳的 你扳的话 他一扭断这个棋在这个局部啊 就形成黑棋比较容易腾挪的形状 对 感觉黑棋就活动开了 对 你看这个扭断白棋还不太好下呢 首先白棋最强的手段啊 不成立 白棋最强的是打了挡 但是黑棋一打吃一拐啊 白棋这两个子跑不了了 这交换了一个是好棋 把你回家的路都堵住了 你怎么也回不去家了 这两个子就这么死掉了 这个白棋肯定不行 对 那黑棋轻松做活了 所以那打吃完里只有粘 打吃完里只有粘 然后就拐 先拐一下 对 拐的话白棋还只有拐 然后黑棋再抱吃 对 这样的是一个转换 但这个转换呢 看上去白棋在这边是有点收获啊 吃了不少 但是注意 这边其实也是白棋的空 对 黑棋活在白棋的空里了 而且活的还这么大 活的还挺大 这棋呢 白棋显然也是不能满意的 所以这个棋就是不能搬 搬的话被黑棋一扭断 白棋就真的还挺难下 那不能搬的话呢 其实白棋在这选择预地也很小 白棋如果就这么简单退一下 那吃亏吃太多了 那黑棋搬吗 黑棋搬也行 退也行 这样的话就跟刚才相比 等于白把你往这边给挤压了一路 你现在要再往上拐的话 刚才你是围的四个间隔的空 你现在变成被挤压了 只剩三个间隔了 这一路之差 对于谁来说呢 都是天文数字 这个白棋断然不能接受的 搬 其实如果你搬的话 道理也差不多 你搬的话 人家就算退 或者再搬 这个都差不多 总之是被挤压的很厉害 所以这个棋 白棋等于这个 常规的四个选点 一二三 这三个选择已经都被pass了 都被否决了 肯定不行 那就只剩下这一个 只剩下这个长了 只剩下这个长了 然后黑棋贴回来 对 这个时候白棋呢 也没有什么选择 白棋如果 白棋如果是这边选择退的话 人家变成虎的这儿 这个太难过了 然后往里长的话 被连接成一根棒子 这个被压得太低了 所以这时候白棋也只有挖 总之这个长挖呢 是在这个局部 最强的一个反击 看黑棋怎么下的 黑棋 然后这些图呢 黑棋也肯定考虑过 黑棋打得长 然后断掉 白棋断 然后黑棋管下来 在这个地方 进行了一个 小小的一个腾挪 黑棋的意图 很简单 就是把这两个子弃掉 然后转而破坏于这边 现在这个棋呢 应该说战斗刚刚开始 白棋肯定在这边走 是不太肯 他打出来 这个其实本来 我觉得有点意外 这套棋 我还以为就上面打一下算了 那上面打一下 确实不肯 这个棋白棋打是没错的 黑棋如果打吃 白棋如果打吃 黑棋接的话 白棋下一手 谁怎么补还很麻 非常的非常的难过 如果走这个的话 木树好一点 那上面要被别人打一下 这个子就基本上 要死了一半了 你要是不想这个子 但补在这的话 以后被别人一般立 这个地方借用很多 这个很讨厌 基本上班阶或者班 很多都是先手 这个地方白棋的官子 也要受到很大的损失 所以你如果打完了 你打一下的时候 是很舒服 对 看着吧 黑棋这时装给打弯了 对 但是打完了以后 应该走哪就不知道了 这棋就会陷入了一个 两难的一个选择 所以白棋打这个是对的 这个我是支持的 朴永迅虽然是以官子见长 大家都觉得他力量不行 但实际上朴永迅在这个地方 也是做好的 你打出来的准备的 不是说完全就要被陈耀业给压制 我们也不能 这个世界冠军 好歹是世界冠军 对 而且其实朴永迅的棋风 跟陈耀业挺像的 他们两个人都 好像特别喜欢时空的那个感觉 对中盘力量都不是 还是太像吧 陈耀业明显是战斗型的 战斗型的吗 不是老空型的吗 陈耀业的力量多大 陈耀业倒是官子很好 战斗的意识没有那么的强烈 我觉得他们俩不像 他们俩顶多有一点点像 就是都是九段 都拿过一次水关 都拿过水关 就是这点像 棋风我觉得不太像 这个弯坏棋 陈耀业在这个刚才说的 打吃出来是对的 因为从这边打明显不是一个好的选择 不弯莫非还打 对 这个弯我觉得啊 应该算是本局的第一败招 从后来结果看 这个弯完了以后 有那么严重啊 对 弯完了以后 这个棋的走向已经不太对了 这棋只有打 打吃那我就肯定只能走这 这棋 陈耀业为什么出现这个简单失误 我挺难理解的 这样很难讲 这你只有提 然后 只能提了 这只有提 你只有提 然后白棋飞 白棋一飞 这个局部就度过了 那黑棋怎么做活呢 做活黑棋很简单 拐这个或者 随便贴这个 这个黑棋想做活很简单 但是两块棋都想处理好 恐怕连没那么容易了 这样下的话 还是蛮复杂的 我不知道黑棋下面的这手棋 会怎么下啊 黑棋 黑棋有几种选择吧 黑棋也可能会贴 贴完了以后就把自己给先活一块 那就再拐 这拐都拐不着啊 我想先把这个拐到 我不有可能先手活吗 这样不是后手活吗 那你只能这样 你怎么可能拐得着呢 就是我这个都先不走 你拐这个它还会虎啊 它肯定不会虎 它肯定会走在这里 就破眼了 那它不可能虎那个了 虎那个你一打吃 你不直接冲进去了吗 你还会这么下吗 那我可能就会 就比如说炕 炕那它就这样 这样 然后你从这边出来 然后它在这边选个图 把你把这边吃掉 这个明显要比 这个后面的实战好太多 如果这样下的话 看上去白漆还可以啊 对白漆这会挺大的 这不知道能不能吃得掉啊 但是应该有希望吧 至少 就是我这个冲了 打先手要再 而且关键 我这边的损失不是特别大 比如说我这个就算提在这吧 你这边连走两手 我这算提在这吧 这边损失不是特别大 一会儿还可以有 有后续的手段 我动能力 实战这个单弯 我觉得是一个低级食物 对于它这个水平的 其实来说是一个低级食物 它如果现在站在这里的话 我也可以 这个毫无顾虑的指出 它这个水平 虽然你的气比我高 但是在这个环节 你肯定下错了 就这个是毫无疑问 可以来批评它的一手气 如果下场这样的话呢 这个局面应该还是很难讲 还是很难讲 它实战的这个 这个单弯就出大问题了 单弯黑气粘这个 基本上是先手 这个白旗只有硬 白旗只有硬 否则被一跳一扳 这个吃不消了 只有硬 但是黑旗靠一下 先做准备工作 这个白旗狼狈应对 黑旗这个靠的退 基本上是先手 下一手扳受不了 下一手扳 肯定还是要扶 白旗要唱 对 然后这个挡下去以后啊 从黑旗这手气之后 白旗变成狼狈应对了 本身这四个子和这三个子杀器呢 是一个白旗不太有力的一个局面 不太有力的局面 虽然周围白旗的子比较多 但是这旗巧了都帮不上忙 都帮不上忙 是 现在是里边的对杀 这四个子如果被黑旗杀了 这个旗不用下了 当场就结束了 对那旗金被吃了肯定不行 所以就这个局面而言 其实计算并不是那么难 我不知道陈阳业为什么会忽略 刚才我们摆的那个简单的变化 如果按那么下的话 我觉得应该 不管是局部还是全局 都是非常激烈 复杂难料的一盘旗 但是从这个局面开始 明显是黑旗在频繁出拳 白旗是狼狈应对了 是这样一个局面 局面简单了 当然也不能说 先打吃了一下吧 先打吃了一下再接 打吃 也不能说就是局面是多么的简单 但是从后来我们是观赏者 我们如果是对局者 我能不能够下出 刚才更好的局面 也很难讲 那我们是从后来的角度来看 我们作为观赏者 我们难度没有那么大 简单关于他是作家 他写了一本书 然后我们来挑毛病 我们水平再低 挑他两个标点符号的毛病 总是能挑出来的 是这样的 就这个期 黑旗一虎在这的时候 白旗明显是不利的 白旗不能挡 白旗挡的话 黑旗就算收气 白旗也已经死了 所以白旗最强的手段是搬 这个搬是陈阳烨 准备好的一个手段 但黑旗扑是好起 我不知道陈阳烨会不会漏算 这手旗扑 有可能 这一扑的话白旗麻烦了 首先白旗不能提 白旗提的话 黑旗就算打白旗都不行 这旗就要下成一个打结 打结的话 黑旗这外面结材太多了 这四个字是旗筋 显然是不能死的 对 这个和里边都是旗筋 所以扑的时候 白旗最强的只有往里长 然后黑旗也往里长 对 这个旗看上去复杂的局面 随着局面的演变 大家会发现 其实白旗已经很危险了 就不是特别的简单 不是特别的复杂了 现在好像都是一条路吗 对 现在是一本道 然后黑旗冷静的叫吃 这白旗麻烦 我刚才演变了很多 这个白旗也不是很好办 白旗现在看上去 黑旗选择了路多 但是都不是很好使 白旗有一条路 可以是紧这个气 因为你如果不紧这个气 你去做这个演 黑旗简单从上一打吃 白旗就要出毛病了 白旗如果紧这个气的话 不紧形状特别难看 黑旗先提一下 先提 你要想吃我你还得扑 然后再点 你如果提 那我就受气了 你搬 你打吃我走 你走这个我再打吃进来 这旗变成紧气节 紧气节当然黑旗也是可以的 对 还是黑旗有节财 白旗没节财 对 关键这个是旗筋 这个被黑旗杀掉的话 白旗就算别的那边 连下两手也不行 把这穿了都不行 对 所以这个旗 这个是被否决的 这个不成立 这个是 这个是不可以的 还有一条路呢 就是他直接去做这个 他直接去做这个的话 黑旗就算打吃完了 把这个断死 哪怕这边全死了 白旗也不行 这边全死了 对 白旗也不行 因为这个旗 要注意了 这个旗本身是 白旗这边有好多好多目呢 现在变成了黑旗的十几目旗 这边就算把这二十多目 吃了也不行 外面的这个损失实在是太大了 那确实白旗就有点麻烦 有点麻烦 等于这两条路呢 其实是一个二选一的路 因为这个吃也是要点 这个也是要点 你怎么办呢 就是你要 想把这个都占了的话 你就有一些 得有一些非常手段 常规手段显然是已经不行了 陈阳烨这个时候 在这里也是苦思冥想 对 他想出了一些非常手段 总得有一些付出 但是这个付出好像有点大 乖 然后再连班 对 这个连班呢 明显是过分的 明显是过分的 黑旗搬这个 黑旗搬这个的话 常规来说 碰到这种局面 这个双轿吃总是要看见的 对 这个要看不见的话 就不是职业洗手了 这个一番也是不能忍受的 这个两种花被拔 哪个也受不了 一般来说都是要硬 但这个棋它真的没法硬 它现在要硬的话 人家就算一粘 等于你没解决问题 等会人家给打湿 这还是有端 对 这边也封不住 黑旗的头 所以它现在为了一子两用 就是同时把这两个弱点都补住 它只有忍痛割碍 这个肯定大家注意 这个肯定不是陈阳烨 也没看见 它贴这个 肯定不是没看见 但是没办法 只能如此 打吃 接住 哇 这个空中拔花 三十目就没有了 对 这个通常是不能忍受 不能忍受 但是这个 现在这边很紧要 没办法 只好付出那么大的代价 对 但是这个时候呢 被拔了这个花之后 应该说这个肯定 白旗是非常吃力的 极不靠谱的局面 出现了 黑旗拔花以后 白旗冲 白旗冲 然后局部呢 是黑旗将来如果接 白旗在一座眼 在这个局部 黑旗对杀是不太有利的 但是这个时候呢 黑旗决定性的一拳打出来了 如果在这个局面 黑旗真的就是 这边也死了 这边也活不了啊 因为这个打吃的弱点 已经被白旗补住了嘛 对 打吃我不用粘了嘛 我可以补下吧 如果这边什么旗都没有 两块都这么死掉了的话 那实际上 白旗这个非常手段就成功了 就不能说人家是非常手段 说明人家是好旗 准备的很充分 但是这个时候 黑旗实战这个点太厉害了 对 必须还得有接下来的招 得跟着 这个 白旗现在这边一贴过来 好像 这个点 很有点黑虎掏心的意思 能活了 点一个确实是好气 确实是好气 是吧 这个基本上活了 我肯定不能压 压完之后 你就算是 压它长 长一个对 这边还是有冲断的 长你只有接 只有接的话 它再挤 活了 挤你这样一搬一度过 这棋就活了 那么这个时候 如果你团一个会是什么局面呢 我们看啊 黑旗这可以先接一下 那我得作严 你只有作严 这个是黑旗的先手权力 然后黑旗再爬 这你就不太能往外长了 往外长就要被别人冲断了 收气痴 你只有接回来 还恐怕还不见得是 那收气痴那么简单 然后挡上 你挡这个 挡这个的话 黑旗还可以继续往下立 那我 黑旗或者提一下 先提一下 提我 搬这个 提一下 你应该得扑 你如果搬的话呢 黑旗粘 这个棋 我搬 不你得 你得做这个 然后它搬 这个局面 可能至少是个打结 缓好几气呢 恐怕也缓不了太多气 如果你想吃我的话 我先看看 我要如果粘上 你粘上的话 你自己还没有眼了 你刚才可能应该作眼 你可能应该去作眼 那我也要再走 这样 那也就是缓一气 那已经外面被收紧了 这样的话 这个缓一气 恐怕对于白旗来说 也不太能接受 这个局面 缓一气 其实也很厉害了 我的子比你的少 那我这个打结 我可能不能粘 就只能扑了 那也一样的 其实 我提了 你总是要粘回去的 好 我们看它实战 陈寅你在摆变化的时候 还是总是摆不出最强的手段 还有什么好手吗 就刚才那个打结 你肯定应该扑一个 你扳那个是坏气 不过没关系 我把最强的手段留给您摆 我们在这也就不在这个地方 去纠结太多了 反正它实战也没这么下 就是这样 那么在这个局面 点一个总之是好骑 这手骑击中白旗的软肋了 白旗不太好办 贴这个的话呢 黑旗沾一下 跟你做眼交换 再尝出来 其实刚才我们还摆成一个收气 就算是这个收气吃啊 就算白旗能够 这个把黑旗净吃 只要是收收气的话 其实都没多少目 黑旗外面已经占好大便宜了 刚才那个局面 黑旗在这再加一手旗 这一大块 足可以跟白旗抗衡了 对 更何况这边 其实白旗还要有一些 这个提心吊胆的东西 还没有完全吃劲呢 那么实战呢 实战它反正 它也没选择这个贴 它是团柱 它是团 然后黑旗接一下 然后左 黑旗接一下白旗走这个 是 然后黑旗跳 这个跳也是蛮厉害的 这个跳也确实还是 还是还是很难办 跳的话 我看白旗实战的这个尖可能也有点问题 白旗是不是只有冲啊 白旗恐怕只有冲吧 黑旗冲 然后再吃啊 再吃 可能我觉得可能只有这么下 然后离这个 只能这么下 那这个白旗感觉挺委屈的 但是白旗 我现在还是可以扎顶 你现在可能要补一个 要不走到这一长 这边是有点旗的 你现在可能要补一个 补在哪里不太知道 可能走这个 走这个的话也有先手味道 走这个吧 走这个也有先手味道 以后这一大飞 局部可能还是要收气 收气 对 还是要收气 那如果 如果再这么补一个的话 好像也不太行啊 白旗大概吃的还是太小了 这边黑旗有很多先手 这边补一个 这全是空 对 这边我怎么感觉 都要被黑旗给封锁起来 黑旗就算走一个 而不知道黑旗能不能逃呢 就算不逃 不过如果这么下的话 局面还早 不会 不会马上就输 实战白旗的选择 显然是有问题 我觉得陈阳烟这盘旗 有点不发挥 后面还是有很多失误啊 我们等会再讲 如果这么下的话 我们冷静客观判断一下啊 黑旗现在比如说 就把这个交换掉吧 找他实战的这个交换掉 他实战也是这么下的 这个有时候简单的下法 可能恰恰还是最好的下法 实战这个简单定型之后啊 白旗反正也没什么练想了啊 然后黑旗再补 黑旗这边确实也很大很大 这个旗 其实这四分之一脚 可以跟这四分之一脚相抗衡 别看这边吃的籽比较多 这边 这块旗75目 我觉得肯定还是黑旗啊 这边发展 从眼看去全都是黑旗的发展 白旗只能是破空吗 那这个东西呢 就也不能够完全凭感觉啊 就是需要点木 白旗现在这块旗可能有80目左右 我木点的太快了 不是很不是很准确啊 但黑旗这块旗应该有70目左右了 已经有70目了 那再加上这个一定够了 那再加上我这么多的发展 有潜力 对 但是这个旗呢 就是看白旗后面 白旗如果拼在这儿 你应该离输还早 就是白旗这旗能下 没有说输那么多的概念啊 实战就不能下了 这个这个旗 白旗不管怎么说 就胜负的角度而言啊 还是应该这么选择 要忍耐 这个不是任何情况下 都是可以逞强的 需要忍耐 那么实战白旗呢 就是太不肯忍耐了 白旗要尖这个 尖这个是有问题的 这是给了黑旗继续出拳的这个机会 黑旗拉回来 要度过 点一下 先接一个 接一个先手 点一下 这只有接 这没什么商量的余地 然后黑旗现在在拐 这个白旗很麻烦了 这个拐在这儿 这个白旗真的是有点小麻烦 白旗现在吃不掉黑旗这个脚了 现在白旗如果挡的话 黑旗就什么也不用下 黑旗就简单的走回来 刚才我们说过了 实际上黑旗这个地方脚上的气 是非常非常的长 因为白旗要想收这个气的话 首先你得自己先做个演 这个旗什么时候被黑旗一搬啊 就是永远黑旗就大概一下可以长四五气在这里面 白旗得把外面的气都收光了以后才能收里面的气 所以你别看你自己是有眼或者黑旗的子比较少啊 但是实际上黑旗的气是要比白旗长的 真下成这样的话 这个对杀的结果我们不一一的往上去验算了 那个很花时间 总之告诉大家这个结果 这个对杀是白旗要被杀掉 白旗是不行的 白旗不行 对 所以呢白旗是不敢挡这个的 而不敢挡呢 我们可以看到只要黑旗这个爬先手 一提就活了 就活了 那这个旗一活的话 就证明白旗外面还欠一手旗 如果黑旗活了的话 那白旗就还要跟这个去进行对杀 这个对于白旗来说也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 那白旗也得肯定要走啊 走这个 对这个应该是第二百招 这个时候白旗只能加一个 只能做活 这个杀业肯定是担心被别人这样搬了打两下 很痛苦啊 杀业肯定是担心这个 很痛苦 然后确实如果下上这样的话 白旗的形势也很糟糕 嗯 再提掉 提掉 做活 嗯 黑旗扑扑扑没关系 白旗大概补这个吧 白旗补一个 嗯 白旗补一个 反正总之黑旗活了 活了很大 白旗呢就吃了这么一点 这个从整体的判断来说呢 肯定是亏了 收获很小啊 然后黑旗坚顶这个 中间这朵花还被黑旗给拔掉了 整体来说白旗肯定亏了 但这样的话呢 也不会像实战那样 很快就不行了 嗯 这样毕竟整块旗还活了 没有被对方吃掉 也还能下 也还能下 实战它这个飞呢 这个 坏旗 对就是看这个已经亏了这么多了 看能不能下得过分一点 能找回来点 这个就是要合理的判断 心情都能理解 心情都可以理解 但是从职业棋手的这个角度来说呢 下的每一步棋都是要让自己离胜利更近一点 离输棋更远一点 这个就是合理的棋 就是好棋 否则的话就是坏棋 但现在它这个形势所迫 是不是就想着 我看我下的过分一点 你这么优势的棋是不是还出击我 你那个想法可能拿不了谁 关键 关键这首棋呢 有的时候我们说胜负手 什么是胜负手的概念 就是起码让对方是难以选择的 我这首棋一下 确实有点过分 但是呢 你是不是能够瞬间就看到击溃我的方法 那个不一定 这个是一个比较理想的胜负手 就是你觉得我过分 那你拿得住我吗 拿不住我 我可能就变成好棋了 要让你有点选择 那么实战呢 为什么批评陈阳叶 他这几手机下的不好呢 就是对手很简单 他就不行了 爬一下 然后再拖回来 这后面的变化特别的简单 整个大龙没有眼 后面的变化 而且黑线还这么厚 对 这个棋就是 他没有什么计算的基础 在这个上面 很容易被对方抓住破绽 一举击溃 这个棋就不对了 你要是不能够 让对方困难的 出现困难的局面 不能让对方有点痛苦的话 你还不如忍耐 对 这样的局面 我觉得白棋已经挺难处理的 实战下成这个局面 这个局面 黑棋一顶 白棋也没什么可以选择 白棋只有挡 然后黑棋简单一挤 白棋就死了 只有阶 再一个断 对 这样 这么简单就死棋 应该 不是什么好现象吧 陈阳叶这地方 可能又看错了 是不是 他可能 他是不是以为打尸的时候 白棋 黑棋只有跑这个 他是不是看错这个了 如果是跑这个的话 那沾完了再一粒 是不是他觉得 还有一点复杂 但实际上 人家可以打这个 人家可以打得长 他可能在这看错了 跟气有关系吗 对 他实际上是只有单接 想想只有单接 让人家贴在这 就紧了自己一口气 然后再一粒 人家把这个一接 对 现在已经明显 这是四气对五气 白棋这个大龙 自己就死掉了 这个你要考虑到作战 一开始是什么局面 是啊 刚开始 这是传扬的白棋 走着走着 自己的这个模样里 被别人杀了一条龙 一五一十十四个字 对 比人家这个死的还多 还没有这个呢 这样就被杀掉了 那这样的话 其实胜负已经 没有什么悬念了 下成这样 后面的棋 我们继续往下摆一摆 但后面的棋 确实可以客观的 跟大家讲 就是跟胜负 没有什么太大悬念了 那陈阳烟这盘棋 明显出现了几个 简单的 在这个局部 好像感觉是 一错再错 就错了第一步之后呢 就没收到手 然后就继续走下去了 这棋挺神的 不应该 不是陈阳烟的水平 他点三三 这棋也应该先手吃掉 他没吃 我不知道为什么 他点三三 人家粘回去 黑棋就粘回去了 因为他还有断点 粘回去 然后白棋爬这个 爬这个其实 这个还是非常大的 但是后面呢 就是后面这一手棋啊 我觉得值得大说特说 就黑棋下面这一手棋 刚才我们已经强调过了 一个这个前提啊 就是这盘棋的胜负 没有悬念了 对 这盘棋确实 白棋在整体的作战中 吃亏太多太多 黑棋肯定赢了 这盘棋没什么悬念 肯定赢了 但是你要问我啊 你要问我就是整体的 胜诉的 明天是下第三盘吧 对 明天不休息 直接下第三盘 你要问我第三盘的 这个谁赢谁输啊 我告诉你 肯定是陈阳也赢 为什么呀 肯定是陈阳也赢 就是我从下面 我从下面的一手棋 我从下面的一手棋 看出了就是 朴永勋不是陈阳也的对手 下面一手棋啊 下面这手棋 黑棋贴这个 贴这个 这个是不可理解的一手棋 这个棋啊 确实黑棋贴这个 也足以保证 他赢下这盘棋了 就是黑棋 把这个拳头弃掉啊 把这个拳头弃掉 很平稳的去走走正常的大厂 因为黑棋现在优势非常大了 黑棋现在这个优势就是大到 你随便怎么下也输不出去啊 但是就局面 咱们不考虑这个优势之大的 这个客观情况 就当前的局面而言 白棋这个地方是没有活的 是吧 对 黑棋现在如果直接搬杀的话 白棋外面飞刺 这个棋我们不摆 告诉大家是黑棋慢一口气 其实现在黑棋最强的手段 黑棋考虑就是在这边走几手棋 先手延出一口气来 再把这个一杀 那个棋就马上就结束了 我想如果当年赵志勋 或者说是鼓励 或者李世时的话 会这么下是吗 对 黑棋其实现在可以想 黑棋现在非这个要求长一口气 白棋断案是不可能去做活的 对吧 白棋做活 黑棋再把这个跑出来 那黑棋连这个你都吃不掉 你还吓什么 就全都死 白棋在这边 不管走什么 不都后手吗 这个是后手吧 所以再走还是后手吧 你不一共总共才四口气吗 恐怕再有一个都不会是先手吧 那您走这个 白棋是只能走这个吗 还是也有别的硬法 肯定是有别的硬法 但是呢 这棋就要靠计算了 我为什么 我为什么刚才有一个斩钉截子的结论 你看明天陈阳夜肯定赢 为什么呢 就说明人下棋啊 尤其是到了这个水平 职业汽车下棋 真正的高手就在赢这一盘棋的同时 你要想到下一盘棋要赢 就是要从信心和这个精神上 要把对手击垮 这个才是高手 他这种 朴昌轩这种下法呢 太温柔了 太温柔了 他达不到这个效果 他这样的下法 只能保证他赢下当前这一盘棋 不能够对他赢下明天那一盘棋 有任何好处 这手棋如果飞在这的话呢 白棋大概正常来说是跳 跳的话 其实这就已经很复杂了 已经很可能是长出一口气了 白棋 黑棋后面还可以靠 靠完了再顶 这两手棋交换掉以后 应该这个气就长出来了 再回过头来再杀 这个白棋应该是不太行的 当然我是验算了一下了 我是 我可能 也可能他们下这时候读秒了 没有什么时间太多的去计算 这个也是有可能的 飘昌轩只去判断形势 但是其实这个局面下 你不觉得 你不觉得在黑棋 在白棋这欠一手棋的情况下 黑棋就从这压一压 这个气太稳健了 关键这个地方 不像刚才我们压了几手棋以后 这边是黑棋的形式 是吧 现在黑棋压了几手棋以后 除了比较开心的先手以外 黑棋自己都要什么利益了 什么都没有 对 一毛钱的时候都没有 这个地方 那我再阐述一下我的观点 反正您刚才已经说 我没有世界冠军的心态 所以我也不怕就再错了 您刚才说的这个呢 就尝出一口气 我觉得是比较复杂 可能朴水逊觉得 自己还需要再动脑子 他为了明天的那盘棋 节省体力 我干脆我就这么下下 我就赢了这盘棋就算了 因为毕竟呢 他的年纪比陈耀业要大 也很年轻 也很年轻 陈耀业他二十二次 他是八五年的 对八五年的 八五年的也很年轻 陈耀业是八九年十二月 就相当于九零后了 不差这四岁 这年纪差了这么多岁 四岁多了 想着这个 我还是今天啊 就是早早的 不费体力的结束这盘棋 把剩下的那些精力 留到明天的那盘对战 当然我也特别希望 陈耀业明天会获胜 陈耀业明天肯定也 但我想有可能 这个是朴远逊的心态 这他不独啊 就是说他下棋啊 他那个 怎么说呢 就是确实是他容易满足 温柔型的 他不够狠独 但现在这个棋 陈耀业肯定是不怕 这种温柔型的 你还是 你要想赢陈耀业 你得有 你得有足够强大的战斗力 才可以 才可以做得到 否则 就反正就光靠这样下 赢一盘可能可以 但是想在决战中 就是压倒陈耀业 也不行 做不到 这个棋 你那个理由 85年的又不是 那个58年的 85年的 哪有那么差体力啊 反正我就觉得 反正这盘棋已经赢了吗 如果是这样 反正我这盘棋就赢了 那我就是下一下 我就这盘棋平平稳稳的 对对 你这个解释是合理的 但是从胜负师的角度来说 显然是不足的 没有追求是吧 但如果明天没有那盘棋的话 我想的 棋平平有可能 这个是这样啊 如果说这是一盘单淘汰 比如说赢完了以后 明天赢完这盘单淘汰以后 明天可能还要跟其他的对手 再下决赛 也可能会这样 但是呢 你要考虑到就是这个对手 跟你实力相当 可能在世界比赛的舞台上 经常要遇到 就你不仅要赢他这盘棋 你还要压制他 也要压制他一辈子 你要有这种理念 明天还要再下呢 明天还要再下呢 其实这个棋就恰恰应该走在这 就是要从精神上 所以走在这 长出一口气来再 长出一口气的这个 可能性还是非常大的 我刚才反正在电脑上 验算了一下 我看不出白棋 有特别明显 可以把黑棋 拿下的这么一个好的手段 总之 两种风格 对 总之 我从这首棋看到了 明天陈阳叶肯定 明天陈阳叶 对 明天要陈阳叶这个 输了的话 我请你吃饭 我的预言看 如果陈阳叶赢了的话 其实我也挺希望陈阳叶赢了 我觉得陈阳叶肯定 跳一个 后面的几手棋定型 我们给大家稍微介绍一下 跟胜负确实也没什么太大关系了 打吃 粘上 粘一个 关键这几手好俗 比起这个 点一个 粘上 然后就拐回去 你看他都下的特别稳 就稳稳 确实这么下也足以保证他赢气了 因为白旗的这个损失 不是说几目旗的损失 这是几十目的损失 后面 然后再 这个 再飞出来 这也没什么便宜 其实 企图把局面搞得很乱 但是对方下的真的是太稳健了 对 靠这个 他还要先虎一下 虎一下确实也是先手 这只有硬 然后二路 拔 拖 这时候呢 因为已经进入黑旗的步调了 黑旗就全都用这个最常规的方法来应对 是 这周围全部都是黑子 白旗怎么折腾 恐怕也是 寡不敌重 对 黑旗很舒服的把这个抱吃 这样的话白旗这个还亏了一点 那他拐 白旗只有往外拐 再压 再长 下的很稳健 再压 再压 就再长 对啊 都非常稳的 连个断点都不给你 对 这个时候这些下法确实 黑旗也有沉稳应对的这个本钱了 对 已经足够优势 足够了 嗯 加一个 补回来 再补 嗯 黑旗还要施展点手机 点一个好旗 点一个白旗只有接 然后再打拔 拔 这个线手关子也很舒服啊 白旗契合没礼 接这个 黑旗先打一下 这个很舒服 哇 这个 这样的话 白旗其实虽然吃了一些紫 但是牧鼠的收获也不是特别大了 然后 这些都是 嗯 小地方 没关系了 对 非这个还对白旗保持一定的攻势 黑旗 白旗冲断 黑旗就补一个 嗯 这个时候白旗平洋也认输了 这边这块旗就很能活 牧鼠也差很多了 嗯 那活起来还是要有点辛苦的 最主要是给黑旗 确实也带不来什么麻烦 白旗一看 除了这十来木旗以后 这个吃的很小 这个吃的木章很小 嗯 主要还是输在这儿了 这边连续 白旗连续犯了好几个低级错误啊 最一开始这个打吃 这是最严重的 如果打吃的话 应该说局面还是很难 很难预料的 嗯 这是打吃 第二个呢 就是 当黑旗跳这个的时候 白旗这个尖过分了 白旗应该冲 把这个吃掉啊 让损失控制在有限之内 嗯 第三就是 白旗这个飞 应该说是最后的白招 对 要加一个做活 对 做活完了以后 这个旗可能还能下 当然形势肯定也不太好 哎 但是黑旗最后在胜利一定的情况下 黑旗下了这首旗 我不能赞同 不能赞同 啊 虽然这个是他的风格 我相信这是他的风格 我也比较了解他了 那个 但是这种旗就是 不能够给敌人生出畏惧的感觉 那好吧 我们休息一下 两种解释 好的 我们休息一下 好的 那咱们天元战呢 现在是战成了一比一平 明天是第三局决胜 我们休息一会儿呢 稍后为大家带来唱启碑的讲解 一会儿见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